KPL新瓜曝光太炸裂 官方直言无有一计 可使一诺便替补 轩然更是要担心被胡神取代 主力选手全都变得胆战心惊 不是说班选手吧 应该是说后面会出一个新的赛事 但是不是说班选手 是说每一个大名单的选手都必须上 我的天哪 AG全员吃瓜 中益早就收到风声 看来民以承吹 伴随着AG成为第一支禅联州最佳的队伍 他们的实力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甚至白衣教练把全员都评为了S家 刺痛 扩米都觉得他们实力断层 这种情况也不知是好是坏 毕竟AG每一次被看好都会拉一坨大的 所以感觉还是保持质疑会更好 不过这时候却有一个炸裂新瓜被曝光 严重影响到了AG这个夺冠阵容 白衣教练爆料年度总决赛会分为两个组别 大师组的队伍每一个大场都需要换一位新选手 意味着首发选手都会变成替补 除非他们能够临风对手 这就有点田击赛马的味道了 比如AG拿出如今的首发五人组 对面可以用出配合差的阵容 输了这一局 赢下其他的就行 就是跟各位小伙伴说一下 就是精确的核对了一下年度总决赛的规则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最终的确认的版本 就年度总决赛分为两个组 第一名到第六名是大师组 第七名到第十二名是金 然后呢 只有啊 他只有大师组每一个大场 那个大名单上每个选手 把我替补啊 至少说要打一小局 就比如说我不知道是BO5还是BO7啊 明白吧 就每一个选手至少打一小局嘛 然后呢 每一个队伍的大名单人数都 应该是一样的 好吧 然后是不搬选手的 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跟各位说一下 就是精英组是不用 没有这个规则的 精英组是没有这个规则 就是说大师组有这个规则 差不多就这样子 差不多各位 就是主要就是说这个是 跟你们说啊 最终的详细的 确定的 这个是确定的版本啊 跟各位说啊 确定的版本 好吧 对此 九折也是给出了明确答案 联盟确实有这个想法 不是搬掉选手 而是要让所有替补 选手登场 言外之意 跟搬掉选手一样 像依诺 轩然等人 被迫就要成替补 特别是轩然的替补是胡神 他真有可能被取败 不是说搬选手吧 应该是说 后面会出一个新的赛程 但是不是说搬选手 是说 每一个大名单的选手 都比较上了 然后就是 AG全员吃瓜 长生表示根本不敢相信 钟义则是觉得 早就收到丰盛 意味着这件事 很早就开始讨论了 现在放出来 这也就是官方 一直没出来辟谣的原因 年度总决赛可以搬选手 真的假的 不是搬选手 感觉不可能 哪有搬选手呗 英雄搬不过来 把人给搬了 白衣久责爆料的 只是替补必须上把销 你要这样说的话 那我 什么是 不打了 这已经是我听说过的瓜 这个瓜我早通过了 这二级网 消息太慢了 总的来说 AG如今 这首发五人组 如果春季赛能夺冠 那么年度总决赛的赛制 对他们就影响非常大 特别是宜诺 因为九折说过 KPL没人能取代他 只要他在AG的替补射手 就没有出头之日 那么 新赛制宜诺 必须替补的情况下 万一新人打出好效果 身价一直暴涨 真有可能会影响到宜诺的 不过这个瓜明显 就是官方放出来 看大众反应的 感觉最后实行的可能性很低 因为目前网上的言论 基本上都觉得太理论 最后大家觉得 KPL会实行这个新规则吗